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 很多客人最近问Toronto的Vacant Home Tax 花几分钟时间来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填 2022年的12月中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2月份,2月初都有时间 大家不用着急 然后12月中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再出一个视频 讲一讲这些东西具体怎么填 我们这儿有一个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大约Toronto境内的 我看了一下是30几个property是在帮他们管 到时候都会帮他们填这个表 到时候也跟大家说说这些东西怎么填 不露脸了,内容比脸重要 那首先这个东西说实话 我认为主要的是想增加房屋供应量 但是说实话有多少房现在是空在哪的 对吧,大部分的普通人 我只能说普通人 不是自己住就是在出租 或者是有特殊情况的 不然空在那儿,对吧 那谁空在那儿呢,有钱人 说实话,这个有钱人呢 比如说他在这个city里 他有个两三套控制的房子 他说我就是空的 我也不想让别人住 我也不想出租 我也不差这点钱 那你就多交1%的税 这个我没意见 这个政府呢,现在缺钱 缺钱呢,就得耗羊毛 当然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方法 这个呢,不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要目的 那你看嘛 只有一种情况是要交 waken property tax 哪种情况呢 property can be declared are deemed to be vacant 一年有6个月 你是没有住 但是什么样子算是住了的话呢 occupant as a principal resident 自己住在里面,对吧 这个不用交 occupied as principal resident of a permitted occupant 什么意思呢 a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register owner to occupy as principal resident for 6 months or more 我让我的女儿住在那边 我让我的孩子住在那边 我让我的朋友住在那边 也不用这个出租 我只要让他们住在那边 就可以把这个费用避免掉了 那比如说我家有很多人 我说他是住在那边 行不行 对吧 这个有一定的操作方法 也就避免掉了 occupied as tenant 没什么好说 vacant with eligible exemption 这些情况也不用交 那当然了 有些人比如说他忘了declare了 2月份之前 他把这个时候忘了 那没办法 政府这个羊毛就好到了 那这些 这个exemption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什么exemption 长什么样的 这些是exempt 也是不用交 death of a registered owner 他不在了 这没办法 对吧 repeer renovation 如果你在进行大 比较大范围的装修的时候 你看 all necessary permit has been issued 你不能说我在这刷个墙 对吧 或者是我在这搞个洗手间 这不算 这个得有 得有这个building permit 那一些 也可以不算 principal resident is in care 比如说我是在 这个 送到这个养老院去了 对吧 这个也不算 transfer of legal ownership you purchased your property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 sale involved 100% 正在这个transfer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不算 occupancy for the full-time employment 比如说 我这个住在这只要超过六个月 我在其他地方有房 但是呢 我需要在这个toronto工作的 只要是住过六个月也行 但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 对吧 比如说我有个公司 我在多伦多待半年 我在其他地方待半年 这个也行 这个呢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真是有钱人 他说我这个房啊 我是作为这个工作用 对吧 或者是说我这个房 我自己租给自己行不行 我自己的房 我租给我公司用行不行 也算是个tenant 对吧 这个有些fine print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缩小了 这也不剩多少人需要交这个税 但是呢 如到一点是一点 好到一点是一点 court order 政府这个不让你住 那也没办法 好吧 其他的呢 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 比如说怎么付钱 付钱他会不让你付嘛 对吧 啊 还有就是这个audit 如果他你发出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你有两三个房都空着 两三个房 你都说你自己有用 这个可能就会被audit了 这些是细节 但是呢 大家记住了哈 多伦多 city of Toronto only 那大家只要记住 去submit这个就好了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啊 我觉得90% 我不知道是98%还是99%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用叫这个东西 那有一些人 比如说他人不在这 他自己住的房 但他人不在这回国了 诶 这个就是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问题了 好吧 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 我们下次再见